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谜底侦探社,我是市长 上一期我们开启了韩国三大学案系列 以新华少年为开篇 那么今天我们要打开的卷宗呢 是一期受害人多打救人的华城连环杀人案 1986年的9月15日 在距离韩国首都首尔西南方向约80公里的经济道华城市 一具女性的尸体在田街被发现 死者是71岁的老妇人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呈倒卧状 手脚被X形状交叉捆绑 下身赤裸 死因是勒死 案发现场没有发现犯罪嫌人留下的指纹或者是鞋印的线索 现场留下的只有被害人的橡胶鞋和袜子 这件既残忍又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案件 很快就在城镇的周边传播开来 尽管案件的情节非常的离奇 但警方没有料到这竟然会是一连串诡异案件的开端 还没等警方理清头绪 同年的10月20日 一名25岁的年轻女子沉逝于农幼下水到中 被害人在事发当晚8点结束相亲之后 在前往巴士站的途中遇害 被害人的胸口又四处伤痕 但他真正的死因却是遭到自己的丝袜类似 不过奇怪的是 他脖子上的勒痕很明显是两条丝袜所致 但是现场只找到了一条丝袜 而另外一条却莫名的失踪了 两个月后的12月14日 一名23岁的上班族在水源市的咖啡馆里 结束相亲之后 于晚上11点达成夜班巴士 在回家的途中失踪 7点之后 他的遗体被发现在倒田的田根里 而他的死因同样是被袜子勒死 双手被自己的内衣反保 头上戴着内裤 不过警方在之后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线索 就是被害人当天并没有穿着丝袜 那么勒死被害人的丝袜是从哪里来的呢 检验之后得到了一个爆炸性的结果 勒死被害者的丝袜 正是本案第二名受害者 那条消失的丝袜 这不可能是巧合 警方将两起案件串联起来 展开了地毯式的调查 但即便使用了一些暴力手段 征讯了许多关系人 警方却仍然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 时间来到了1987年的1月10日 一名18岁的少女在田地里被发现 他的死因同样是勒死 嘴里塞着袜子 双手穿X形状反绑在背后 衣服被脱下之后 披在身体上 这一次警方发现了性侵的证据 在被害人的身体上 找到了经验 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找到这样子的证据 通过DNA的检测 就能够精准可靠地 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从而有效地帮助警方 进行侦查和破案 但是1987年的韩国 警方并没有可以用于 DNA检测的相关仪器和技术 拍了伤用场 或许只有血型的检测 这些案件发生之后 华城地区一连串的连环杀人事件 开始跃升到了全国的媒体版面 警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重 尽管如此 由于当时韩国警方 对于连环杀人案的认知 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因此侦查的重点 还仍然是放在目击者的调查 以及被害人周遭的亲友关系上 不幸的是 这样子的调查 几乎就是罪犯最佳的保护伞 果不其然 1987年的3月 华城一带的农民 在回到田里耕作的时候 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被害人的头上 戴着被投下的内裤 死因依然是类似 透过尸体附近遗物的 一颗木质印章 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他是一名25岁 已经失踪了4个月的家庭主妇 这也是华城连环杀人案事件中 最久被发现的受害人 他是在去年的12月12日失踪 失踪前 他和丈夫在外面享用了一顿晚餐 晚餐结束之后 被害人告别还要返回公司上班的丈夫 独自一个人搭乘夜班的巴士回到家中 然而隔天结束工作的丈夫回到家之后 却没有发现妻子 从那之后 妻子就凭空消失了 经过法医的判断 警方发现被害人遇害的时间 只比本案的第三名遇害人早了一两天 换言之 这两人是接连遇害的 两人遇害的情况极为相似 让警方开始思考 犯罪者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因此警方不得不承认 他们或许遇到了一个 韩国人从未遇到过的凶手类型 连环杀手 1987年5月2日的晚上9点之后 华城下起了大雨 被害人从家中带了两把雨伞 出门 到巴士站台等待下班回来的老公 她9点半抵达车站 但丈夫却直到10点半 才从水源搭上巴士 到了巴士站之后 也没有看到妻子的身影 被害人失踪一周之后 一群学生在回家的山路上发现了她的遗体 她的双手被反绑 死因是被衬衫和内衣勒死 随着受害人越来越多 案情却毫无进展 警方开始受到媒体的强烈攻击 市民也不断地打电话来进行抗议 警察部门不得不抽掉了大批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 对本案进行调查 但这些努力依然徒劳无功 凶手在1988年的9月7号又再度翻案了 这次是一名54岁的受害者 他被发现死在一个草丛之中 死因依然是被勒死 双手遭到内衣反绑 嘴里塞着袜子和手帕 然而这一次 凶手已经不满足于这些固定的特征 他仿佛开始挑衅警方 凶手往被害人的下体力塞入了碎桃子 警方在之后的调查中了解到 事发当晚 被害人在帮助玩长子经营的食堂之后 在晚间9点钟左右 踏上了回程的巴士 而这一次 警方终于找到了目击证人 巴士司机说 他看到了一名尾随被害者下车的男人 这名男人年纪大概在20岁左右 身高在165到170公分左右 扭一双非常柔软的手 加上先前查到的证据 警方加上了血行为B型 生活在水源这两项信息 一场针对水源市与周边城镇B型血 男性的猎杀风暴就此展开 此后 华城连环杀人案的嫌犯 在两年之内没再犯案 在大家以为华城连环杀人案件 已经开始平息的时候 1990年11月15日 第九起案件发生了 受害人是17岁的少女 她在回家的途中遇害 尘世于山中 而被害人失踪之后 接到报警的警方立刻展开了搜索 隔日就发现她被松树树枝掩盖的遗体 她的死状比起先前的受害者更为凄惨 不仅仅双手双脚遭的反绑 嘴里塞着内衣 胸口呢还有两道的刀伤 下体内被插入了笔叉子和藤勺 法医在她的胃里还发现了还没有消化完的食物 是母亲早上为她做的便当 由于胃里若有残留的食物 通常距离进食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因此警方研判 凶手在杀死被害者之前 逼着她吃完了便当里的身材 由此案看来 凶手的残暴程度明显正在上升 已就91年的4月3日 一名69岁的老妇人 在晚上9点回家的途中遇害 曾是在距离自家150米以外的松林里 手法与之前的案件 极其累死 下身仅穿着内裤 下体内被塞了袜子 遭到长筒袜累死 这起案件 也是华城连环杀人事件中 被曝光的最后一宗案件 华城连环杀人事件 在当时的韩国 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虽然动员了205万人次的警察和军人 调查了21280个嫌犯 鉴定了570组DNA 180根毛发 40116枚指纹 但还是一无所获 由于华城连环杀人案的影响力 实在是太大 而且侦办的时间跨度也很长 线索却很有限 此案中的每一个人 在破案的压力下 无论是调查的警方 还是接受调查的嫌疑犯们 都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陆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意外死亡 和自杀事件 2006年的4月3日 实起案件中最后一件的15年刑事追溯期正式结束 意味着今后就算是找到凶手 也不能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任何的起诉 我们在上一期青蛙少年失踪案中就已经提到了 韩国在2007年的时候修改了他们的韩国刑事诉讼法 将公诉期延长至了25年 在华城连环杀人案的催化之下 法院最终决定将杀人案的公诉期改为永久追溯 不过这只针对200年之后发生的杀人案 华城连环杀人事件并不符合本次的修法 当人们都认为此案最终会成为一起悬案的时候 2019年的9月19日 韩国警方召开记者会 他们宣布案情有了重大的突破 韩国国家科学搜查研究院 一个月前从罪犯数据库中比对出了一名56岁的男子 证实这名男子与当年华城连环杀人案中的 第5、第7和第9宗案件等凶手的DNA非常一致 而这名男子却因为其他案件正在釜山监狱里服刑 不过警方依然组织了57人独立调查小组 重新启动了调查 警方也于数日之后公布了嫌犯 李春赛的名字和照片 1991年最后一起连环杀人案之后 李春赛搬到了经济道西南部的庆州 1994年李春赛的妻子离家出走 李春赛于1994年1月13日 邀请19岁的妻子妹妹前来家中 并在妻子妹妹喝的饮料里投下了安眠药 之后对妻子妹妹实施了性侵 为防止事情败露 他竟然残忍地将妻子妹妹杀死 李春赛之后被警方逮捕 一审判为死刑 但在二审中 法院认为杀害的行为并非计划杀人 因此改判为无期徒刑 在釜山监狱预警的眼里 李春在服刑期间表现一直都非常的良好 没有受到过任何的惩罚 他还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在押人员的陶瓷展上 展出了自己亲手自作的陶瓷 这一点似乎与第七起案件中那位八十四季的证词有所关联 当时提到了犯罪先议人有一双非常柔软的手 在这时期被称之为华城连环杀人案的事件中 李春赛于2019年10月1日承认犯下了九起案件 此外呢他还承认犯下了其他五起未公开的强奸杀人案 以及一约三十起性犯罪或犯罪未遂的案件 只是本案仍然存在着一些疑点 例如在1994年李春在杀害自己妻子妹妹的案件调查报告中 警方确认了李春在的血行为O型血 这与华城连环杀人事件中通过今夜获得的B型血的结果有出入 但是警方并未对这疑点给出回应 不过韩国国家科学搜查研究院进行了放射线同位素分析 确定李春在与真凶DNA一致性是不会出错的事实 尽管疑点和新任相互交织 但33年已经过去了 这也许就是所有人希望的真相 那么多逝去的生命 那么多无法承受的苦难 一切都是无法被改变和挽回的 李春在的余生呢也注定会在监狱里度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